这位士兵在战区拯救并照顾一只小狮子时 做了一些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绝对令人心碎 战争是残酷的 充满了很多消极情绪 但也有一些时刻充满了温柔和天真 最出人意料的各方之间的善意 这正是这位年轻的忠实亚当汤普森的情况 汤普森忠实和他的部队 在南苏丹郊区的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小城市出发 前往他们的驻地执行他们的繁重任务 发生了一件最意想不到的事情 这将永远改变他的生活 这位年轻的士兵正在动乱地区巡逻 在他的例行巡逻中通常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但这一次突然发生了一些不同的事情 他偶然发现了一个地点 这将永远改变他的生活 他注意到有一只营养不良的小狮子 躲在高高的草丛中 他脆弱的叫声穿透了周围混乱的环境 汤普森忠实愣住了几分钟 因为他太震惊了 无法理解他所看到的 动物的叫声如此刺耳 他无法忽视它 显然是在痛苦或不适 但汤普森不是傻瓜 他知道狮子很危险 尤其是这么小的狮子 他的母亲或其他狮子 可能潜伏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所以他决定转身迅速离开 但随后小狮子又发出一声揪心的叫声 他吓得要死 汤普森终是慢慢靠近小狮子 看了看他 可怜的东西是如此瘦弱 看上去病奄奄的 汤普森立刻心碎了 他想起了家里那只可爱的老猫乔吉 他从年轻时起就一直和他在一起 汤普森为其他在伏击中等待的狮子 做了这个区域 最后轻轻地抱起了小狮子 然后他决定暂时收养小狮子 直到他的健康状况更好 然后也许他会帮助找到他的家人 这听起来不是一个可靠的计划 但这位好心的士兵太关心他的健康了 终是开始照顾狮子 尽管他们在战区面临着困难 他给他起名叫亚扎林 这是一个阿拉伯名字 意思是幸运 以描绘他们俩是多么幸运地找到了彼此 尽管他们在战争中找到了彼此 周围人的抗议 他设法照顾小狮子 作为回报 年轻的幼狮成为了战区生活中的好伴侣 这给这位士兵和他的新朋友亚兹林 带来了无数挑战 而对于战区的士兵来说 资源匮乏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面临着持续的威胁 但汤普森忠实仍然坚定地决心保护亚兹林 两人成为了一对不太可能的朋友 他们一起玩耍 去任何地方都待在一起 除了当他把他留在身后 以确保他免受任何麻烦时 汤普森在荒凉的土地上寻找食物 以确保幼崽的生存 并且从未空手而归 他们一起踏上了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旅程 在饱受战争蹂躏的土地上应对照顾野生动物的挑战 士兵的奉献精神毫不动摇 他孜孜不倦地对亚兹林的照顾使这只幼崽恢复了健康 并创建了一个临时巢穴 狮子可以在混乱中找到慰藉 日子一天天过去 汤普森中士和他不太可能的宠物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牢固 在士兵的奉献下 亚兹林从一只虚弱的幼狮转变成一头充满活力和生命力的年轻狮子 他们非凡的友谊成为了这个被黑暗困扰的世界中坚韧和希望的象征 士兵们对幼狮的这种联系能力感到震惊 很快就开始对亚兹林产生兴趣 他们也开始和他一起玩耍 有时当他们巡逻回来时 他们中的一些人会给他带回食物 惊讶于他很好地适应了人类的生活 然而由于不可预见的情况 命运给这对形影不离的伙伴带来了残酷的转折 汤普森中士突然被调往另一个军事基地 迫使他离开亚兹林 这种分离不仅对士兵来说是毁灭性的 对狮子来说也是毁灭性的 狮子已经开始依赖他作为安慰和保护的来源 伤心欲绝的汤普森中士 想要恳求当局允许他带着亚兹林 或者找到一个合适的避难所 让狮子安全地生活 但他知道这听起来有多疯狂 其他士兵痛苦地看着亚兹林中士 互相含泪告别 面对心碎的表情 汤普森对狮子坚定不移的爱 令人心酸 在他们分离后 才知道人类和动物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的强大 汤普森中士被重新分配到一个不稳定的军事基地 该基地位于一个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地区 他心中时常回忆起他们一起的冒险经历 然而命运却给了他们残酷的打击 在激烈的交火中 基地遭到了对手的突然袭击 汤普森终是与战友们英勇作战 但不幸的是 他为了保卫战友和使命而丧生 他去世的消息在军队中回响 最终传到了他以前的军营基地 亚兹林被留在了那里 悲伤的浪潮席卷了那些目睹了 中士和幼师之间纽带的士兵们 汤普森中士去世的消息 给营地带来了深深的失落和悲痛 他们在一起的时光仍然记忆犹新 士兵们哀悼倒倒下的战友 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年轻母师的举止发生了变化 他变得悲伤和阴沉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开始远离士兵营地 只是远远地看着他们 在几英尺外的灌木丛中 他现在不再依赖他们获取食物 并学会了如何获取食物 几周后 他们看到了令他们心碎的东西 亚兹林开始表现出痛苦的迹象 焦躁不安的踱步 发出低沉哀伤的吼声 他搜索营地 希望能看到汤普森中士熟悉的身影 但他发现的只是他们的回声 空荡荡的帐篷 寂静的营房和挥之不去的气味 结束了 士兵们被狮子深深感动 尽最大努力安慰他 他们提供了额外的照顾和关注 向悲伤的动物提供安慰的手势 轻声说话 尽管他们付出了努力 亚兹林仍然悲伤 有一天 士兵们听到消息说 一名信使到达了营地 带来了消息 他是汤普森中士在英年早逝之前 派来的一名战友 他带着一封用忠实的笔记密封的信 里面有一条来自他们阵王战友爱林 汤普森的妻子的信息 他分享说 他的丈夫亚当曾多次写信给他 谈论他在所有信中 与这只年轻的母狮成为朋友 他对小狮子的爱和深深的钦佩 在书中流露出来 他知道他必须见到这只动物 尽管他的丈夫去世了 他知道他会喜欢他们 在与正确的地方交谈后 见面 爱林惊喜地发现 他已获准参观他丈夫 聚集在的旧基地 在一个特别炎热的下午 汤普森中士的前小队成员 开着一辆卡车来接亚兹林 并带他到他和爱林会面的地方 士兵们聚精会神的听信 是大声朗读信中的内容 汤普森的妻子是一个令人悲伤 和情绪化的人 这不仅仅是一头狮子 遇见一个女人 这两个人似乎都明白 他们都是那个在战场上 短暂死去的男人的一部分 亚兹林舔着爱林的脸 克制住兴奋 爱林的衣服上有汤普森中士的味道 士兵们讲述了他们那段时光的故事 中士强调了他对亚兹林的深厚感情 以及他对狮子找到一个充满爱的家的热切愿望 在他丈夫的一封信中 爱林回忆道 丈夫的善意甚至蔓延到了一只 无助而孤独的野生动物身上 爱林回忆说 他希望他的猫朋友 有一个自己的家庭和他同类的朋友 所以士兵的妻子讲述了 他丈夫与小狮子之间非凡的友谊 以及他们希望为他找到一个家庭 这个故事在互联网上分享 并写给任何能够帮助迅速吸引万龙极落国家公园保护区的人的注意 爱林提出要带走这只幼崽 让他与其他同类融为一体 爱林对事情的发展感到很高兴 并在保护区与亚兹林一路相伴 亚兹林找到了一个新的开始 有机会治愈失去的亲人 爱林忍受了这一切 这给了他真正的平安 因为他知道他的丈夫会对他朋友的新生活感到高兴 感谢观看